玉礼镇妇女会创会至今70年 会员人数超过1500人 妇女会理事长杨淑林 因为自身服务在荣民医院玉礼分院 有感于许多老年人家身体不便 仰赖外劳子女的照顾 特别请花莲县府 玉礼镇公所主办由妇女会来执行 开办长青学子快乐购 饮法乐活学习平台 这学期课程也因环境议题 增加了生活动手做的相关课程 让长辈自己动手做爱环保 玉礼镇妇女会创会到现在已经70年了 会员人数超过1500人 妇女会理事长杨淑林 因为自身服务在荣民医院玉礼分院 有感于许多年老的饮法族 因为身体不便 需要仰仗与外劳子女的照顾 特别请花莲县政府 玉礼镇公所主办 由玉礼妇女会来执行 开办长青学子快乐购 饮法族的乐活学习平台 是生活使用的DIY 还有一个传统文化的传承班 这两个课程主要是说 利用刚好当今 现在这种非常重视的一个环保 把我周边所不要的东西 从化学物为神器的方式 让这些老大人 利用他们的专长 因为郭大郎 也是常常往一街的 一街沙包啊 一街植物啦 都是他们在年纪 这个年纪的时候 他们所最重视 最拿手的 我想说 利用他们的专长 来带到我们的 这个长青大学的班 所以说今年有两个特别班 这学习的课程也因应环境 一提多增加了 生活动手DIY做相关课程 让长辈们自己动手 来做爱环保 这一点证明是说 我们这些老大人 他们还是都很喜欢 活到老学到老 然后也就是说 拼命的 拼命的每天早上 让我最感动的 他们都有早起的精神 我们四十八点半开始 结果你看七点半 就已经在教室在等候了 有机会让他们 可以发挥他们的专长 这是我们 我们今天在开 长青大学的主要的一个来源 课程从早晨的气功养生 到生活化的营养学 培养大家美学的绘画 以及族群融合的课语教学 可说是课程既充实又有欢乐 让参加课程的长者 都感到不许此行 记者高松松 玉镇采访报道